在台北车站地下街常常会传出一些偷东西的消息 为了防止这窃贼身第三只手 不止呢管理处装了很多的监视器 这店家自己也想自爆 所以呢一整条地下街 这监视器你知道超过多少只吗 超过了两百只 你走到哪里都没有办法避开镜头 虽然呢本来是为了防止消小 但是泛滥的监视器 现在变成地下街好像一个楚门的世界 台北车站地下服饰商圈 店家才刚刚准备开门营业 但穿白色上衣被黑色大背包男子从入口进来 鬼鬼祟祟看着服饰店 趁店员不注意时走进去 只花了12秒钟就偷走店员皮包 接着想假装没事样子赶快离开 却被监视器录下 手上已经多了刚刚脱的包包 就是好像一转眼他就放了 一下这个客人就不见了 我是这样听说的 那个小姐他的里面就是有一些货款 他就把我衣服拿就偷走啊 我就把他就是叫回来这样子啊 店家人无可忍干脆自己抓贼 但是小拖拖趁乱下手 防不胜防只能够装监视器 本来想自保却造成另一个大问题 监视器监视器还是监视器 走到哪里都没有办法避开监视器的镜头 万如变成了楚门的世界 一举一动都被露了下来 逛服饰商圈泛滥监视器 让人觉得仿佛有两百只眼睛在监看 店家管理处都无奈 装监视器挨骂 没隐私 部装又怕没录下小通恶行 只希望非法之徒别再来 让服饰街别再变成楚门世界 主任新闻 郑仁聪 陈曼威 台北采访报道